哈囉大家好我是片方安 好久不見到各位來吧 我們今天來看一下我們的空虛圖 這個圖有沒有辦法取代掉我們的祝福呢 對我的標題打得這麼浮誇 我們的空虛這次改版 從原本的10秒變成7秒 雖然說我們一個空虛圖可以維持5秒鐘 代表說我只有2秒鐘的空窗期 我們的那個中間的空窗期變得非常非常的小 但是我們的數量也從原本的兩個變成了一個 還有一個他沒有講的就是那個空虛的範圍變得非常非常的小 但是他可以直接在怪物的最前面直接放出來 就代表著這個空虛圖變相的非常非常的穩定 而空虛圖還有一個特色就是他的傷害完完全全的加倍 而這個加倍不單單只是粒子上面的加倍 不像什麼月亮的增加那個攻擊力而已 而他的加倍是完完全全的加倍 就算是趴傷骰也是加倍的 核彈加倍 劍也加倍 什麼都加倍 所以如果按照劍的話我們平常戳小兵一下是50滴 正常這個情況下戳下去的話 直接會直接把小兵給戳死 不會剩下一滴血如果可以的話 你可以去練習模式那邊嘗試看看 好啦那我們這邊來看一下 如果我在這個情況下又用上我們的標準衝越雪車 衝越雪劍 這個情況下會到哪裡 好啦反正這邊我們還在暗殺吧對不對 我們今天講個結論 反而比較近 對他的傷害比較高 但是呢反而走的比較近 這反而間接可以驗證一個很奇妙的事情 會這樣子的原因 會不會就是因為充電打太快 就是第一隻史萊姆打太快 反而導致我們史萊姆的下限變近 可是這個上限絕對是變很遠的 惡王上限絕對變很遠 但是史萊姆的上限 反而會因為攻擊力變過高的原因 而導致直接被秒傷 這應該是最後能夠得出的結論啦 因為一直在充電裡面 在祝福雪車那邊有一個謬論就是 當你充電等級越給越多的時候 反而你會越早死 其實不用給的太多 其實我也覺得這個非常非常的反直覺 但是呢用空虛圖的話呢 應該就非常非常的明顯 我們等一下可以來看一下 我在455回合的時候 史萊姆惡王就直接被放進了 那時候是獅子 而我之前剛好拍了一隻 祝福雪劍完全不給錢的情況下 我們在455回合也同樣是遇到了獅王 但是完全沒事 對一個有給錢一個沒給錢 這個錢的差距差很多 而且一個還是空虛圖喔 對空虛圖的傷害是完完全全加倍喔 充電也翻倍 我們的劍也翻倍 好了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在第49回合的時候 給他殺到滿星了 我還以為會殺的有點虧啦 因為我們的全部都七星了 就剩下一個月亮還在一星 但是還行 我們的機率還不錯 好了那我們這邊到第50回合殺滿 這邊就沒有任何動作囉 我對面就直接放推就好了 畢竟什麼事都不用做 都可以到很遠 對真的是不需要給錢 但是那只是在雪界的部分而已 欸祝福見啦 那我們到後面去驗證一下吧 來走位 我們直接到後面去看一下 好了當然在看 我們455回合的史萊姆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下之前的狀況 437回合的史萊姆 可以看到後面是哀王 這個時候他的傷害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誇張 跟沒有空虛圖比起來 他下降的速度應該是更快的 沒有錯 畢竟聖劍打發上 代表說我現在聖劍的等級都是加倍的 不過也只有一開始啦 後面他應該趨近於頂的部分 都是差不多的 只不過我們的充電剪頭的速度 會更加更加的噁心而已 好了現在到第438回合 我們先來看一下空虛圖到最後的狀況 等一下呢 我再把我們的祝福圖的部分 也給他拿出來 同期的來比較一下 好了現在到第438回合 我們這邊再來看一下 如果一般打惡王的情況下 會在哪裡 439回合一個重力王後面 跟著一個獅子 獅子死了超級快 才426B而已 所以如果這邊只要解決掉 史萊姆惡王的問題的話 我覺得應該會很棒吧 好啦439回合 我們這邊再給他跳到後面去 直接看一下下一隻史萊姆 唄 好現在到第455回合了 我們就來給他看一下吧 455回的史萊姆 後面跟著一個獅子 結果獅子就直接放技能了 這根本就不可能啊 那我們這邊充電等級是382啦 我說我這邊雖然也沒有給錢 但是前面我在殺的時候 有多多少少去把一些暗殺 就是把一些那個 轉移變超轉然後丟 因為這樣會比較保險一點點 如果有的話我還是會留著 如果沒有的話 我也不會刻意去留 但是就是有就對了 所以我們的等級呢 可能會比等一下的祝福圖還要來的高 我們在455回的這邊就已經被搞了 但是因為是衝月劍的關係啦 而且加上還有13月 所以我們就算是六星月的情況下 還可以再給他扛一下 如果啦 如果要再給他扛下去的話 可能14月 如果是14月的話呢 要連續兩隻獅子王才會出事 不然的話呢 我們的傷害基本上還是滿數的 那如果今天滿數的話 雖然說我的傷害會掉10% 但我相信那個傷害也是非常非常夠 主要是聖劍的部分 好了457回合可以看到 這邊打王的速度就已經非常非常慢了 就很明顯的慢了下來啦 好了458回合 那我們這邊就直接跳到底 看一下我們這邊是怎麼爆掉的唄 好結果我們還是給他拗到了500多回合啊 這邊跟的是507回合的哀王 這兩隻哀王 其實惡王也已經開始放技能了 但是這個傷害還勉勉強強的能看 我們這個時候的充電等級到了400多等 有點可惜空虛圖沒有想像中的神 又或者其實我應該要放個狙擊才對 可是如果今天我都要放狙擊的話 我是不是用量子會比較方便呢 因為量子的話我還可以5顆都攻擊下來 但是如果我用狙擊的話 我要用空虛圖我只能把小丑或是交換拿掉 但是通常放狙擊的話應該會用上交換 會比較好排版啦 那這個話就只能不用血了 那這樣也有點虧 好不管怎麼樣 我們到時候再來給大家嘗試看看 好了509回合又是一個史萊姆 後面跟著一個重力王 那重力王直接把我們的月亮給合成掉 好啦把月亮合成掉之後 我們兩個傷害骰都沒有辦法剪頭了 這個傷害就非常非常明顯了 我們這個傷害現在打下去有到2000 其實看不出來他的血量是多少 畢竟我們的充電已經看不出來了 那個傷害真的是有點太可惜 其實還是有那戳下去那個感覺 如果這樣戳下去的話 也蠻難看出來的啦 因為他畢竟戳下去那個數字馬上就被蓋過去 我看不到他的血量就沒有辦法計算說 他沒有被加倍這樣子 好啦509回合1928張卡片 老實說對於空虛圖而言有一點小失望 因為他明顯就是讓我們的傷害給他增加 因為只有2秒的空窗期要打王的話 一定是非常容易的 其實整段而言我們都是有空虛圖在打王的 其實就算沒有的話也不應該這麼低 畢竟你看我沒有充電的情況下 都可以保底560幾回合了 而且就是我每一次拍片 大多數都會是在這個回合數 除非這個遊戲有暗改啦 不然的話就之後再試試看 好啦一樣我們這邊回到剛剛455回合的地方 我們把兩個畫面拿來比較一下 好那這邊我們就來看一下他的狀況吧 他的時間點有點不太一樣 但是我們可以同時看到兩邊都是獅子 但是呢 欸沒錯我覺得真的是因為打太快 導致我們的雪球來不及冰到惡王就爆炸 我們這邊放慢三倍數來看一下 右邊的狀況真的是打得非常非常的快 他畢竟可是也才多了幾等而已 真的是直接往空虛身上打 而這隻獅子出來呢很像是來不及冰到 但這樣看起來很像還是有給他冰到對不對 但那個冰可能是少了一個冰 而導致他沒有去冰到 那我們這邊再慢一點 再來仔細看一下 好啦那我們這邊把速度給他放到了原本的10分之1 在王一出來的時候呢可以看到我們的空虛圖的王 一瞬間史萊姆就已經爆掉了 而我們左邊的打的方式呢還非常非常正常 而且要知道左邊還有金劍喔 要不然就是說難道說是因為這三把金劍導致的嗎 欸我個人覺得空虛圖的成分真的是比較大啦 對相比而言當然你要講的話 還是有辦法去做更深度的討論的 但是總體而言現在的結論的話我會覺得是空虛圖的關係 好啦那我們這個時候可以看到史萊姆已經爆炸了第二次 而我們左邊呢已經開始在打獅子了 而右邊的部分呢獅子還沒有在打 對這個原因真的是充電打太快 應該說一網死得太早 所以導致那個冰沒有辦法來得及去冰嗎 還是說一網死得太早那個史萊姆噴的太多隻 那一多隻一出來導致冰冰不住 反正我覺得就是這差不多的原因 但是詳細的結果到底是如何 可能要再去仔細的去看一下 可能也要把金劍的誤差給他拿掉才可以 但是我覺得空虛圖的誤差應該已經遠遠大於 金劍的那14把金劍的誤差 因為一邊一把一邊三把嘛對不對 好啦那可以看到右邊已經打完了 雖然說他被hold掉了 但是呢欸這感覺真的很奇怪 不然的話呢就是我真的要用 那個狙擊圖 用狙擊散 可是用狙擊散的話其實就比較難抵掉了 而是空虛圖的版本 對可能就是雪車的話就用狙擊圖 那你空虛圖的話就用狙擊 那如果你要打到極致的話就用量子 那你要更極致的話就是量子雷車 好啦這種東西我們就之後再給他感受一下 至少我覺得這支影片能夠證明一件事情就是 空虛不需要給到那麼多錢 不是空虛啦 雪車純粹的衝越見血其實不用給到太多錢 你給的太多反而會死的比較早 對因為代表我們的傷害比較大對不對 我們可以更快的把翼王處理掉 這兩件事情我們的空虛圖同時都做到一件事情 就是很快速的把翼王就處理掉 那會不會就是因為這個原因而導致的呢 我覺得應該八成就是了啦 那這影片就該到這裡 如果你有什麼想法的話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 又或者又看到什麼想拍的也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 我到時候再來給他拍拍看 那我是BFY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3 2 1 掰掰 4 3 3 3 2 平衡 5 2 2 3 平衡 5 2 3 3 4 4 5 5 堤 3 3 4 1 1 杯 2 1 1 8 杯 4 2 2 1 1 杯 3 2 1 杯 6 1 1 杯 7 1 1 2 2 1 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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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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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杯